正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两个人在前面走 这别管是谁 这应该是救星吧 搭伴了 然后上前两步搭了个话 就是你看我谁谁谁谁 干什么干什么的 这对面一听 呦你是医生啊 不是 就是你是阴医生啊 看来他是有名号的 阴医生啊 失敬失敬啊 狗养狗养啊 咱们姓班 你看 一个叫班爪 一个叫班牙 这两兄弟这名字起着 跟他们 就说他们两名字起得挺顺口就行了 但是列位一看他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肯定是这个图鉴上面的两个狐兴啊 一个爪一个牙嘛 可能也得念爪嘛 爪牙 搬家爪牙两兄弟 这不还得接着问吗 先生 咱们两兄弟也是来避难的 而且正好前面有一个石室 有一个石洞啊 要不咱到那一起躲躲去 千万别跟人去啊 所以肯定有两个虎精啊 那石洞是他们的窝儿 这真给人到的地方了 还不把你给吃了 这当然这是我自己想的 这个剧情未必是照这个发展的 反正咱带入啊 这个老音头 他一听 那肯定是正愁没有招 天上掉下个黏豆包 走着 哎就这样 走走走走 不多时到了一处 是磅炎谷啊 就是在谷底这么一个山洞啊 到了地儿之后 找些柴火点燃 照个亮嘛 这一瞧才看明白 这两个人 从身形来看 那虎背熊腰啊 那真是虎背啊 上面不说吗 荣屈为猛 似非灵善 但是老音头 也没什么办法 来都来了 你这害怕的要跑 不知道呢 因为你这个事还没揭开啊 只是自己的意想啊 正在想这会儿空啊 他听到这个洞内 踏上身吟 还有卧室啊 就是听 可能是床上有人在身吟 仔细听啊 这个腔调是一个老太婆的 老玉啊 老玉的老太婆 咱不知道他是生硬啊 还是胳膊腿 让这两个老虎精 给吃掉半辣子 疼的 总之上行就问啊 这两个虎精 我先 他认定他是虎精了 就是 什么声音啊 难道说你们家里面有老人 然后其中一个叫斑崖的呢 一个斑爪斑崖嘛 这斑崖就说了 哎 先生 你还真问着了 走 给我咱进去看看 就为了这个才请你来的 哦 知道了 里面这个老太婆也是老虎精 母老虎精 这生病了 所以才派两个儿子出去找郎中 哪就这么寸 正好呛上这个老音头 当然 这也是我自己猜的啊 反正拿这个速活照榻嘛 就点亮 这靠近你看这个老太婆说了她是见鼻下口角有两坠流 这个叫坠啊 就两流子 丢 碗这么大 碗口这么大 这老太婆在这哼哼的 哎哟 疼死我了 不能碰啊 在这堵着我也吃不了饭啊 疼死我了 这边找牙她不就问嘛 先生能治不 老音头 嗯 不难 然后就开始治了 她说是拿出什么爱团爱草吧 就是拿爱草熏了一番 然后又扎了几针 完了之后说行了 等明天差不多已经好了 嗯 她这医术还真行啊 然后二班写烧鹿想客 得好好靠了靠了先生啊 咱这毕竟原生老虎精啊 也没有什么医药费没法给啊 就是就是 猎物管购 管饱 也没酒 肉就是随便吃了 咱都吃生的 那供给人类的不能直接上啊 只有火啊 烤熟了上来 这话说嘛 招待个粥啊 也没什么大料啊 佐料啥的 先管个饱啊 怎么说这低碳水啊 等咱老娘病好了 回头再说 再说这个老音头呢 肯定也是饿了 酒足 没有酒啊 饭饱之后 安排个地儿 她就躺下了 肯定也是个石筷子啊 睡得也不怎么舒服 她应该是不敢睡着吧 你看她被说嘛 辗软难测嘛 心里不一直在想嘛 这俩货 看起来很粗毛 凶狠啊 但是对我 倒是挺诚谱的 那当然了 有求于人嘛 现在只能盼他们有良性啊 这要是真没良性 那自己也得完蛋啊 反正这话在这儿唠了听了 到了第二天天明 这起了事 第一件事干啥 复查嘛 见着老太婆 怎么样啊 老奶奶好点了吗 这老太婆摸了摸自己下巴 诶 这两个瘤子破了 这脓都吹了 两个口都是结巴了 这就算好了 这个其实咱都知道 一般像这种情况 都是上肝火嘛 这大多咱人类啊 要不就痔疮啊 要是扁桃体啊 我经常犯的是 眼皮下边长卖立种啊 反正它上火嘛 总得有个出口啊 它这个老虎精子厉害啊 长两个大瘤子嘛 一般这个浓出来的就没事了 就这一次上火是卸完了啊 一般不能保 下次上火还得犯啊 所以说平时少吃辛辣的 什么鱼了 什么虾了 咱不说这个 总之就是老太婆 好了 其实不难治啊 它只要有瘤子 基本上这次火是上完了 就是这个瘤子疼 把这个脓给破了 你没事了 所以它是以赴茶啊 行了 你们这母亲没事了 我这就走了 走之前 这俩小斑 斑小虎 找牙小老虎 不知道怎么叫他 总之这俩儿子 又烧了一堆鹿肉 给送走了 行 这个事就在这烙听 再往后说 得三年之后了 说的就是三年之后 这个老妮头啊 因为什么事 又重返故地 就是重返这个山区 可能是出差 还是看人路过 这也不追究 总之走到半道 遇到两只狼大道 狼啊 咱都说 遇虎不遇狼 遇熊不遇狼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遇到一个大老虎 你遇到一个熊 你还有逃生的机会 因为这个熊啊 它憨憨嘛 它有时候会害怕人类 所以它经常说嘛 遇到熊 你装死就能过去 其实这个方法不是万能的 就是说这个熊有点憨憨 咱问你装死有没有用 或者说这个熊 有可能会不会怕人类 就得看这个熊饿不饿了 要真是遇到饿了几天的熊 你装死还是爬树 没用啊 哎 就是你遇到老虎 或者遇到熊 它们有可能不饿 各位明白了吗 你逃 它懒得去追了 重点是 这类物种 它独居啊 只要见到 它就一个 它饿与不饿 它也就是一个 这狼可不一样 群居的 这一群狼 那个狼头 它不饿 它保不齐下边 它身后这些跟班狼 个个都不饿 这怎么几率太小了 再说狼群啊 前追后堵的 这团倍之声 好像在动物界 仅次于虎精了 你往哪跑 这闭死了 你看它上面不说 本来是两头狼 然后就在这耗 耗到日落 狼群跟上来了 完蛋 再往下就是 狼朴之树狼中立 一尽碎 自焚必死 狐 两虎咒之 猪狼四散 虎目大吼 狼聚尽福 虎西部杀之境区 好家伙 只身斗群狼啊 真是爷们儿啊 这老虎可以 你别看它这么说 放在自然界 干不过 你别看这老虎 那就看狼群 有多少数量 四五只狼 也许吧 但是你要是 十个以上组分的 特别遇到那种 四十多号大狼群 没戏 你别看老虎 所以咱们经常说 猛虎架不出群狼 只不过在这可能 也不多 应该算三四只吧 就是一户 狼妈妈和狼爸爸 带着几个膏子吧 算是见习手裂 让这个老虎给探上了 也行 咱知道这个老虎 肯定是之前 那个爪牙兄弟 那就是说这个故事 完之后 这个老鹰都是跑啊 亮亮呛呛 慌不择路 再加上 已经到 天已经黑了 这又没落脚的地儿吗 正发愁呢 正好看到 迎面来了一个老鱼 老妇人 咱都不用问 都知道是谁了 上去问啊 殷先生 你还好吗 您还记得老臣吗 前几年帮咱治那个牛子的 这老鹰头一听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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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老臣回家 好好招待你 哎 这到了地儿一看啊 就是上面不是说 灯火以章 入一怨落 是个怨落了 不是山洞了 再往下咱不多说了 摆席上宴 热情招待 要说这就是 在席间 你看这个老太婆 自真自隐 沉醉得很啊 仪态大方 谈吐悠然 不类以巾国 怎么着 这词用的 你要干啥 难不成 老鹰头要和这个母老虎 大家再看啊 老鹰头谁就问啊 就是之前那 那小tiger呢 不是 年轻立壮的 那tiger呢 咱这回没见着啊 没上桌啊 然后他就说 我这俩儿子 他去接先生去了 迎接你去了 你要说这时候没回来 怕不是迷路了吧 完蛋 等一下 我看一下前面 前面是说 在哪啊 在这儿 他说 虎怒大吼 狼锯进福 虎西普杀之进去 没事啊 这老虎是没事的啊 可以确定 咱回到这个现场啊 反正老母老虎就说了 两个人都没回来 可能是迷路了吧 他妈老虎在自己林子 在自己领地 他能迷路啊 我咋会信 反正老鹰头是 米亭也没多想 也没多问 喝着喝着 还喝高了 倒头又睡 一觉醒来 一觉醒来 一睁眼 天已大亮 而且房射已然不在 这剧情都烂了大街了 这么准备着要走啊 突然听到旁边 有喘息的声音 就跟牛似的 打进一瞧 哦 老虎啊 不是牛喘气啊 不是 不是牛打喊啊 是老虎打喊啊 是老虎打喊 跟牛声音一样嘛 咱没听过 各位有听过吗 反正我忙才应该 比牛那个 共鸣感更强啊 绝对低音炮啊 总之 这上面有说嘛 打进一瞧 这个汉睡老虎 会间有两斑痕 接入全大 那不就之前 两个流子吗 这个老母老虎 已经现了原型了 但是还没醒 还在这睡觉呢 害急 老鹰头 你先别害怕 作为读者 我表示 你回想一下 仔细想想 昨天晚上睡觉 这个过程 你是不是夕阳红了 夕阳红 就夕阳红吧 不怕 这必定是个 母老虎嘛 这要是个共老虎 那还不给你拉死 那玩意都带倒刺 咱想偏了 想跑题了 总之 这个老鹰头一看 就吓完了 其实作为读者 咱都早就猜到了 然后他就 趁他没醒 就跑了 最后就是 食物两虎 二斑影 完 行啊 这个故事 很正能量 没什么辣眼睛的 你看这个立会 想的挺多的 只不过是因为老虎 他面相本身就凶了 是不是 化人形 也好不到哪去 但是不代表 他的性格 秉性啊 这整片还是 报恩的故事 没别的 只不过他留了个 显笔 那俩老虎咋没回潮 难不成真让狼群 给K了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 就显得更感人了 是不是 而且我感觉啊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得给他加点爱情戏 就是洗肩嘛 这个 熬 熬就是老太婆 这意思 熬一 桃碗自真 谈饮俱豪 不累经国 虽 伴老虚娘 但风情万事 梅间春色婉转恶挪多姿 平态悠然半躺于阴怀 几掌酒笑度后 已然半梦半醒 因已无地自处 坐怀其乱 朦胧之间 随语前犬 哎 这就 咱下个故事 下个故事 这我有点变态啊 这必定老虎啊 哦 咱是 现在再一看这个例会 咱就看明白了 这趴的就是 就那个老太婆 就他这个老太 再算了吧 我刚刚还说前犬呢 我刚才是没有看着 那么例会 凭空想象的 那凭空去想 这个老太婆 应该也就比同乡欲 稍许大一点吧 还行啊 这个就算了 而且这个殷大夫 也不像我想象这么老 你看到没有 旁边这个肯定是 对 小白脸啊 行行行 咱往下翻啊 下一篇故事 老虎 这么大的蛤蟆 不是蛤蟆 青蛙 好家伙 这个头 放在线上 还不吓死了 你再看这一男一女两个人 倒是挺自然啊 跟大没事人似的 这一地的青蛙 那么这青蛙神啊 青蛙神那一篇 咱读过 肯定不是啊 那个剧情 墓园 招募的墓园分的园 这什么 理解不了啊 只不过他这一篇 这个字 哎呀 怎么这么多 迷茫 我都不想读了 各位 其实主要原因 不是我怕字 刚才扫了一遍吧 他这个图鉴 没什么新鲜的 这读了两篇 也没什么新鲜的 是不是啊 各位 咱这都老司机了 所以像这种 之外看个新鲜 看不来激动 所以我预判 可能播放量不高 我先停在这 回头后期整整 先丢上去 看看反响怎么样 各位 行我看这录了也得有一个小时 感谢各位收看 请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啊 咱们 不是 再会